大家好 今天我们看一下如何下载安装 微软office2024 我们双击运行这个程序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软件的界面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主菜单 其中呢有office不同版本的选择 有2013 2016 2019-2024 右侧呢是选择版本 是32位版本还是64位版本 最右侧呢是选择语言 那么下面呢 我已安装office2024 预览版为例看一下如何安装 我们上边选office2019-2024 下面呢选pro plus2024 下面呢就是应用程序 可根据你的需要呢进行选择 因为我这个系统是64位版本 所以说呢我选64位 语言我们选简体中文 选好后 下面那个呢不需要动 选好后呢我们点 Instyle office 这个按钮 开始安装 那么这个软件的最大好处呢 就是安装完之后 office自动激活 下面我们就看一下安装的过程 安装完成 现在我们点关闭 我们点开始按钮 运行word 点文件 点账户 现在我们看到 产品已经激活 也就是说安装完office之后 产品已经自动激活 那么这款软件最大的特点就是 安装完office之后 会自动激活office产品 无需 另外激活 以上就是如何下载安装 微软office2024的过程 谢谢大家收看